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1984年,詹姆斯·卡梅荣拍摄的《终结者》第一部上映了 那电影描述了这样一种未来 机器人统治了世界并且想把人类赶尽杀绝 那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片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电影极佳的叙事平衡性给虚构的故事赋予了强烈的真实感 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呢,这是思考人工智能对人类威胁的开始 但与此同时啊,人们也会在潜意识中存在这样一个观点 如果天网不把一个肌肉发达的终结者从未来送过来 那么人工智能又会有多大的威胁呢? 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啊,人们基本不会再这么想了 虽然终结者没有来,但是人工智能却在不断渗入个体生活的每个角落 对我们的生活呢,造成各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 你呢,可能是人工智能的推崇者 那也可能是对人工智能乌托邦充满恐惧的人 这两个关键阵营啊,经常吵个不停 那这还是好的时候 要是吵极了呀,两个阵营甚至会七档沟通 谁都不理谁 但别忘了,我们都是人类 争论的初衷啊,也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 所以啊,有观点是好事 但是固执己见啊,就不是好事了 那么,面对人工智能飞快的发展和渗透速度 人类到底该做何准备呢? 那这正是本书要谈论的核心内容 本书作者啊,有两位 那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 奥拉夫·格罗斯呢,担任霍特国际商学院 政策、创新与经济学教授 那还是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专家、网络成员 他曾多次为连线、哈佛商业评论、金融时报等知名媒体撰稿 另外一位作者 马克·尼森伯格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 那这两位作者合作撰写本书啊 恰好兼顾了人文和科技两个领域 能够更全面也更切实际地讨论 关于人工智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接下来啊 我将用三部分内容来说说 人类社会该怎样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和威胁 首先 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威胁 其次 人类还可以摆脱人工智能吗 最后 作为全球性问题 我们该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 那好 这就先来看看 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都带来了哪些威胁 那最让人担忧的 当然是自动化的武器系统 世界各地对人工智能的国防应用 总计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虽然目前做最终决策的呢 还是人类 但很可能有一天 机器就替代了人类 这不是我在气云忧天 数据分析公司戈维尼在2019年年底 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数亿美元的合同 公司的分析和咨询服务主管 马特霍默就谈言 未来军方可以依靠机器做出包括使用致命武器在内的自动化决策 那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的防御场景中 问题会随之而来 比如说当无辜者被非法杀害时 那该对谁进行审判呢 这肯定不是机器 不然也太无厘头了 那去起诉开发人员监督者 还是在战场上调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士兵呢 人们又该如何避免惨剧的再一次发生呢 相信这个问题啊 目前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那自动化的武器系统呢 离大多数人还是有些距离的 但是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对人群进行操控 就离你我很近了 这与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密不可分 很多平台商家呢 会利用用户的私人进息 对用户进行画像 引导用户的各种行为和思想 那就以消费习惯为例 我相信呢 你肯定也听说过网络商家的杀熟现象 那除了数据对人们的操控啊 人工智能对工作岗位的登陀 或许会让更多的人担心 你呢 可能感觉 人工智能只会被写到低技能工作者 但谁记少啊 高级白领也一样会受到影响 就比如在法律领域 摩根大通已经开发了一个 审查商业贷款协议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人类律师 预计需要花费约36万小时 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样的数量级差距 听起来呢 就足够令人震惊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其中的诱惑力 会让企业管理者难以抗拒 而且啊 机器现在虽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做 但是他们会做的事情呢 一定会越来越多 谁都有可能因人工智能而失业 所以你看 人工智能的威胁在于 不断进展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领域 扭曲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既然人工智能有如此的弊端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人工智能抛弃吗 那在听过我刚才的讲述之后 我猜你心里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第二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来说说 人类还可以摆脱人工智能吗 人工智能试图啊 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相关企业的热门应用 那相信你呢 也体验过 只需要拍一张照片 点击途中感兴趣的对象 应用程序啊 就会识别产品 告诉你如何买到它 那你呢 肯定想象不到 这样一个应用啊 竟然能够帮助到病人 医疗在线服务平台 SikMata就在尝试利用这个应用 对抗印度尼西亚农村地区的 白内障高发问题 在当地啊 平均每天就有一人因白内障而失明 可如果医生诊断的早呢 就可能让患者避免失明 但在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地区啊 由于人们觉得医疗昂贵 或者是没有效果 很少有白内障患者会去医治 所以SikMata的目标群体 是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一代 希望年轻人用智能手机 给父母和祖父母拍照 然后通过应用程序 或者网站上传 那你看 我们无法想象 未来人工智能 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种便利啊 是显然让人不愿意放弃的 另外 人工智能带来的商业价值 也是不能忽视的 来说个真实的安利 你知道做连锁超市的 度物高吧 自网络电商崛起以来呢 线下超市就压力山大 靠与同行打价格战 来维持生计 那这显然是引真直口 后来啊 步步高进行了 更为实用的数字化转型 在过去 超市盘点库存 统计销量情况 需要大量报表来回填报 时效性极差 而现在啊 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动态盘点 更为重要的是 现在步步高的店长们 可以根据大数据提供的建议 上架商品种类和数量 比如说 有店长根据大数据推荐 在门店啊 上架了大量 一块钱一份的爆品葱 一天就卖了八百周份 明显提升了门店的营收和利润 也就是说 各种人工智能 现在几乎影响了 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体的社会运转 而且呢 正在迅速渗透到发展中经济体 当我们啊 不仅不能把这个妖怪放回到瓶子里 也不应该尝试这么做 因为人工智能 给人类发展带来的主力 是巨大的 而且极具变革性 它会引领我们 进入人类发展的新领域 但是啊 就像我在第一个内容中 所提到的那样 当人类把更多的判断和决策 委托给人工智能系统时 我们会面临诸多 关于价值观 权力和信任的问题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 就来说说 作为全球性问题 我们该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 首先 对于人工智能将要造成的失业 重挫制定者啊 可以选择一条更明智的道路 那方向是 在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同时 让劳动力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好准备 比如各国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去发展新经济 重振老制造业中心 或者是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 但是啊 人工智能是个全球性问题 没有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 能够独善其身 比如当某个国家因为人工智能 而出现大面积失业 那必然会出现涌向他国的那民潮 而任何全球这问题啊都严重依赖于价值观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系列历史学 人类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以多样化的视角 思考不同群体的价值体系 以及啊 这些先进技术将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那这样啊 人工智能才能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 那本书作者的建议是 各国可以任命 人工智能大使 这些人呢 可以直接与国家领导人联系 并且相互之间能够快速沟通 从而在应对快速变化的问题和情况时 做出及时反应 那这听起来啊 可能与已经存在的全球治理组织类似 例如联合国 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但它呢 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因为人工智能联盟会吸收诸多民营部门代表 比如说企业家 或者是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代表弱势群体或无声群体的非政府组织 那这样一来啊 将新的应用程序投入市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增重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定解规范 传感器和数据搜集技术 那当然 你可能会说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实际运行的可能性不大 没错 但这可不是我们不为此努力的理由 因为啊 至少在尝试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明确什么是共识 什么是分析 然后在共识的基础之上呢 想办法开展进一步国际合作的方式方法 总之呢 该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 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需要各个国家中的各个群体共同讨论 达成共识与合作 只有这样啊 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 限制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 但好 今天的解读呢 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 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极快 人类社会的诸多场景啊 会在未来发生重大变割 虽然这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 但也会衍生诸多风险 比如技术性失业 个人权利受损等问题 那这些情况啊 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所以想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 人类社会需要在包容的价值观下 尝试找到共识 并以此为基点 展开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อนItalia orio dream 国交集 三百吨 昨晚 八百一 十三百 八百 八百 八十 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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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 十六百 八百 八百